Hello大家好,我叫Calvin,本身是個花藝師 新年將到了,先祝大家如意吉祥,新年進步 今天上來教大家如何選擇蘭花 某人配蘭花回家,如何養它 如何讓所有蘭花的顏色混合在一起 變成一盤很美、很精美的蘭花 蘭花是其中一個新年賀年的年花之一 到花穴看到蘭花,如何選擇呢 首先,你們可以看看上面的花枕 不要掉下來,不要漏漏漏,就可以選擇了 而且你看到花枕,不要有發黃 可以碰一下枝,如果枝是軟弱的 通常裡面都已經難用筋了,不會選擇 可以看看下面的筋部 如果有些脆綠的,就可以選擇 當然下面會有些白色的,感覺到已經乾了 不要選擇了,在花枕上看到葉面很脆綠 通常這些都很健康 好了,買蘭花回來 通常有膠套套套著它 首先,用剪刀剪掉膠套 這些膠套很容易撕 拆開它 這些就叫做水苔 你看到會有很多很多水苔 有些已經三碗太青苔 其實水苔太多 我們用人手這樣拆開它 但因為你想想 由種子去到花牆 去到花虛消費者手上 經歷幾年的事,水苔已經養了幾年 如果你再不拆開它,就很容易發霉 會太濕 太濕會令筋吸收不到應有的水分和養分 通常都會很容易拆開,慢慢拆開 夾仔拆開它 一會再配搭一會再慢慢處理 看到這些有些黑色的筋,轉頭就要剪掉它 水苔已經關了一些雜草 雜草會搶掉水苔裡面的養分和水分 所以就要拆開來換一些新鮮的水苔 拆完一棵了 拆完兩盆 拆完舊的水苔 換一些新的水苔 用一大舊的 剪小一點,令它吸收的水分表面會更多 如果太密實的話 水分會比較難透氣 大約戴上八成左右 差不多80% 然後就可以把蘭花一個一個放進去 拆花呢 簡單的 把高新的放進去 在過程中要小心花枕 可能會弄掉 因為新的花枕會比較脆弱 你會看到它左搖右擺 但是不用理會 我們最後才會用剛剛拆出來的鐵枝 把它伸直 剛剛把所有水苔蓋放進去 這個盆裡連上蘭花 現在就拿回剛剛的鐵枝 固定每一箱的蘭花 微微把它伸直 把切枝插進去 盡量把插深一點 然後用夾子夾進去 盡量固定它 然後再撿 最後撿回方位 盡量把它直身 蓋回一些水苔不足的地方 固定它 因為淋了一點水 它就會有一點沉降 好 大致上就完成了 平時可能會有很多多的泥士風 其實呢 剪回複製出來 貼回去 就有新年氣氛了 最後呢 我們就會淋水 將所有的水苔都濕潤 下面都會滴水出來 這樣就最好了 好了 那多久淋一次水 大約7至10天淋一次水 當然啦 你視乎你放在哪個環境 建議放在陽光曬的地方 蘭花就會生得再美一點 開花開得再美一點 過完新年之後 蘭花凋謝了 怎樣去處理呢 就在枝折位 最底部的枝折位 懸藝教掀一重 過完一年之後 去回春天 它就會飆出新芽出來 到時之後 你就會有一盤新的蘭花 好 蘭花完成了 祝大家花開富貴 心想事成 開花一年 一會兒 看起來 要再次補充 開花一個 可樂的水平 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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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